大家好 歡迎收聽網響快報 今天錄節目日子是2020年3月18日 這裡有位新西蘭的二德台養了寫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還有在馬來西亞的馬來勒根 大家好 大家好 在節目之前剛聽就給個like 可以share給朋友 最重要就是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還有按一下旁邊的鐘仔 那他一新節目通知你 繼續壯大鐘仔模式的力量 和宣揚理性的聲音 這一節就說回 有位仁兄 認為 總央欠了香港 這麼大口氣也有的 唉 我又說我又被人罵了 就是這樣說 就是從一個一國兩制這個框架下面來看 中國是沒有可能欠香港的 就是我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就是中央和香港是有一個關係 但是我都不知道怎麼說 越說越...可能越說我就越生氣 慢慢慢慢說 慢慢說 一國兩制這個框架 中國 從來都有大量衛港的措施 去照顧香港人 沒錯 就算整這個大灣區的各方面 其實基本上都是告訴香港人 你不是只有香港這個地方可以發展 你還可以去內地 台灣區不同的城市 去發展 好了 駐軍在香港 保護香港人的安全 一元都沒有收香港人 收香港人 香港的稅收 一毛錢都不用交給中央的 少過大陸同胞很多的 那個稅負擔 絕對是啦 軍費也是不用付錢 就是解放軍駐軍 當然有些人 有些黃友就說 我不想解放軍駐軍 所以你不付錢是對的 但是問題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 又是一個 亂說的詭辯 因為 之前其實有些天災 其實解放軍 自動自覺出來幫忙 就是大家同胞之情 血濃於水出來幫忙 就是當然這次暴動也都有這樣做 軍機嚴明出來幫忙 竟然都要被回體污衊 就是 現在還要講到 剛才其實他怎麼說的呢 那句說話 我exactly說的 不是段章取義 其實他是 就是這一種 就是這一種說法呢 我認為從來都是有問題的 這件事情就是 你說中央欠了香港 或者我們要叫中央做一些事情 你是應該做的 這樣 有些人是這樣 現在大家 就是這一件事情 大家看看就知道了 不是我說的 是有某些人說的 不是啊 這種問題究竟 我這位仁兄 究竟他是針對些什麼 為什麼會覺得中央欠了他們呢 我聽了部分的 我沒有聽完整段說什麼 聽了部分 他唯一一點就是講到 中央欠了香港的一條法例 中央幫手來立 他還說了一句 我覺得 中央都欠香港市民 一個公道 中央從來都不會欠 國人什麼 就是我現在很認真地跟大家說 我從來都沒有見過 有內地的人 會說中央欠 欠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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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從來都不欠任何人 任何事情 我看到這一段說話 我很心寒 其實 嗯 就是 究竟你們現在在搞某些動作的人 究竟知不知道你們自己在做什麼 究竟在做什麼 他們想爭取什麼呢 其實我都爭了頭 要不停地 好了 抵毀香港政府 現在要抵毀中央政府 你想中國給你什麼呢 其實今天我都跟網友講過 我很心說 其實我真的不想做節目 我講真的 但是 那個情況就是怎麼樣 我們講一些跟中央吻合的事情 你就攻擊我們是反中亂講 其實是高度吻合的 我們跟中央講的事情 中央不是這麼想的 中央是 我們覺得中央是怎麼想的 中央所有事情 其實是有文件出來的 有學習強國 有人民日報 有統戰新聞網 全部都會有的 寫光的 是寫到清清楚楚的立場 我們跟著來講 竟然說我們 你們 亂說 大騙了些人 中央不是這麼想的 中央為什麼不是這麼想的 如果我們不知道中央究竟想怎樣 我們就不會經常都說中了 其實中央什麼都寫出來 都不用想的 我們就看得多 看得多新聞 這樣就 你能夠理解到他脈絡 知道他下一步 將會做什麼 全部都是有根據的 不用你左導 就說到沒有陰謀 你寫出來的嗎 不是寫出來的嗎 大家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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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在辦公室回來 要是 這樣錄一下節目之後就回去 因為我有一個軟件沒有 我都不知道社長有沒有這個 這個 這個 MS的project 現在很好 你錢買吧 一千多元而已 一年 好吧 好吧 買就買吧 你可以買365 Office 365都可以的 有這個拉實 但是你要經學校買會便宜一些 你經學校買吧 剛才我講到一件事情 就是 脅迫中央的問題 我是不明白為什麼有些人覺得 你搞一個運動 然後中央會聽你說 我是很緊張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你會這樣想的 大是大非 是啊 大是大非 那我當然 就是我當然 有些事情 我們經常都講一件事情 有些事情你不用自己這麼主動去做 你聽從中央的安排就可以了 是不是 就是我的看法 老闆都知道要做什麼的 是 他一講我們就去埋位了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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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就做回自己的事情 努力工作就已經是幫到社會了 為什麼要搞這麼多事情 現在這個人 之前就猛烈批評香港政府 這次還要批評中央政府 好厲害 所以我也不明白他究竟想要些什麼 這位師傅 哈哈 其實呢 之前呢 他說警察應該怎樣怎樣怎樣做 其實我們有些網友 真的 肩膀有幾顆花那些 他跟我們說 喂 你其實認不認識這個人 說那些事情根本真的做不到的 如果可以做的話 警察一早就做了 做到一早就做了 一做到一早就做了 可以做的就已經做了 並不是他講到說他做了警務處處長之後 可以一聲一聲就做得了 然後現在好像之前就講到林鄭不會做 林鄭剛才我們之前那次都講過 林鄭做得很好 就是很多事情 就是 很周到 照顧得 很周到 其實香港政府 就是這麼說 國際級 現在我們住在這樣的地方 我跟大家說 現在大家計了一條數 那些ICU病床都不夠 澳洲新西蘭 如果一爆發大規模疫情 網上編輯部可能整個網上編輯部都死了 全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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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陷露散 陷露散 這個其實我都 我還沒住在ICU 但是我媽媽就 我很不幸地 我爸爸和媽媽就 前年和去年都住了 都是村馬 就是叫做什麼 腫瘤 我們去那間 可以說是全澳洲最好的私家醫院 因為我們有 INSURA INSURAENCE 那 其實都 就是 有少少 蜜蜜蜜蜜蜜地球的感覺 老實說 經常玩手機 香港做得好 那我先說這件事 我是有一件事不明白的 我們說的東西 我們說的東西和中央高度問合 首先要說這件事 為什麼那些人 和做中央相反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是做壞事 還可以做到理直氣壯 我們這些傳播正能量 還要屈住屈住 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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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就拿著我 說髒話 那我可能都會為我說髒話 而道歉的 但是 你不可以 要我收回我所有其他言論 因為你們做的事是完全不適合實際 第一 不適合實際 第二 我沒有理由跟著你們去挑戰中央權威 當然不行 你真是傻啊 你真是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不知道 他們是不是有什麼深仇大恨 為什麼要這樣做 還是他們可能生活上不如意 找不到食 所以對社會有什麼控訴 會不會是這樣 我猜而已 可能我猜到他們的心理狀態 我就是為什麼會經常這樣做 究竟背後他們有什麼目的 為什麼 是不是認為這樣可以爭取到更多選票 有更多的利益呢 我就真的不明白 是 想也都不明白 有時候我們都會為大局的 有時候講一些事情 譬如有人使了我一個親戚 過來跟我說 叫我不要再用這個政壇禽獸來形容 政壇新獸了 因為呢 就是他們那個 他們 就是 我意思是他們那個 朋友 都會上去做這個 嘉賓的 嘉賓 嘉賓 是的 所以我們就 叫我們不要再斷地說了 那我想說一件事 你可以上去做嘉賓的 我們不會因為你上去做嘉賓 而批評你 但是問題是 如果我被人污衊 我一句聲都不出 那是不是公正呢 這個社會 是不是 合當呢 就是如果我 我叫他們政壇禽獸 可能言語上冒犯了他們 這一件事 我會道歉的 就是我都講過了 我會做一次節目 嚴正向他們 因為這個延遲不當而道歉 但是 我們講的言論 本身沒有問題 是不是 言論跟中央高度一致 為什麼 跟中央高度一致的言論 竟然要被人批鬥 竟然要被人用很多網民 鼓動一大堆網民來攻擊我們的網友 不只是攻擊我們 這幫人有什麼居心啊 其實 我真的不知道 我越想越心寒 其實 你叫我維持 你叫我保持表面上的和諧 我可以的 這件事我會做 我有大局官 你們如果想保持表面上的和諧 沒問題的我做 我跪下也沒問題 但是 不要欺人太甚 真的 就是脅迫中央這些事情 都敢搞出來 我真的不知道 現在有些搞這件事的人 究竟在想什麼 中央欠你們什麼 中央沒有欠我們任何事情 中國沒有欠我們任何事情 中央對香港 從來都是有大量的優惠政策 從來都是極大的關顧 為什麼不講這些呢 為什麼要說中央欠我們 中央欠我們些什麼 我真的想不通 我到現在都想不明白 珍編師 中央有沒有欠 珍編師在那裡 他走了 在那裡什麼事 珍編師 中央有沒有欠我們 有沒有欠你些什麼 沒有 沒有 其實 因為第一件事就是 小弟就沒有任何中國國籍 也沒有中國身份證 所以中央從來都不欠我 還有我很感激 因為以前在北京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受惠於一些 中央政府 就是下面的教育部 一些對我們叫做外戶 關顧 外戶關顧 所以其實我就 學到很多 還有去過很多地方 也都認識了很多的好朋友 所以我是謝謝他的 我覺得沒有欠我什麼 有些人說 你們又不是香港人 所以發言 我沒有什麼發言 沒有什麼代表性 但是你們都是 除了我和馬來金 我想你們都是還有香港身份證 那我就沒有 所以我就沒有什麼發言 但是我就 謝謝中國政府 給了我一個學習的機會 讓我可以好好的 學了中文之後 可以做了一些比較有意義的工作 就是翻譯紅歌 還有一些革命電影 還有一些東西叫做戲劇之類 學到很多中國的歷史 我現在真的 看回我們 有些網友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稱呼他們為網友 他們的留言 我講了兩個 有一個就說 Suken Yao 他就說 網向又再攻擊親中人士 唉 就是全世界都不對 你們最對 那你們現在天下無敵 各人又各人的觀點與各道 總之是親中 就親建制 反黑暴就OK的了 喂 我想問了 你們有狂鬧 狂鬧這個特區政府 現在還有一個跳出來 罵了中央政府 我問你怎樣親中 這叫做親中人士 嗯 很喜歡 還有 有一件事就是 今天也有網友說 看到你們 說釣粉 其實 我都跟網友說 那些釣粉 對啊 釣粉 還有就是 釣粉 黃標 還有就是 Milso 我們都是師父粉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我們說 說到 給誰都可以 漂亮 是吧 中央 其實都很容易 是吧 如果聽 別人想聽的 其實是最容易的 這個世界 是吧 那當然 這個是 就是 但是我真的不明白 到現在都 我想了很久 究竟 中央欠香港人什麼 香港欠中央的東西 我就認為有很多 但是中央真的不欠香港人什麼 中央叫了香港人很簡單 你們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就連自己建制陣營都做不到 這些是 中央305申說了 不是我說的 香港 政壇的人 有誰做了這些事情 有誰真是去 幫助特區政府的施政 有啊 就是傳統建制 工聯會 就是幫香港人 民建聯 還做了一些基金去關顧一些失業的人 挺好的 現在 中央欠香港什麼 一點都沒有欠 香港人去大陸 很多 就是能夠可以去的地方 可以給當地人多很多 能夠享受的東西 都要給當地人多很多 這條數怎麼算 香港人 整體 我說香港人整體 為國家添煩添亂 2019年開始6月 香港有一大部分人 就為國家添煩添亂 其實那部分人 還要是 我認為有超過六成人支持的 添煩添亂 中央 都是 尊重一國兩制 堅守一國兩制的底線 原則底線 為什麼突然間會欠香港人 為什麼 我想問 我真的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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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本身是一個 就是應該為國家出力 國家發展出力的地方 過去九個月 什麼都做不到 對中國 一些貢獻都沒有 為什麼突然間 中央會欠香港 我是真的 不明白 我真的到現在都不明白 為什麼有些人可以 這麼無恥 講這些話 還當自己什麼 是藍型 你這個藍型 還可以攬這種人 你這個是什麼型 來的 即是反黨集團 是 應該不是自稱 是說自己是藍型 但其實我覺得藍型 很多人都很理性 是嗎 一部分是反黨集團 我只可以這樣說 打著紅旗 反紅旗 他不知道紅旗是怎樣的 平時又不看報紙 欠什麼 中央怎麼欠香港人 這個概念 真的不可以再宣傳出去 中央欠香港人 真的不要再宣傳這些東西了 希望大家 喂 中央欠香港人 這樣那樣 那些是那些黃友說的 中央欠香港雙普選 是啊 聽得最多是這個 說什麼 現在 為什麼 變成了 你最不喜歡的人 你最仇恨的人 就是因為政治上贏不了 說什麼啊 這幫人 有一點點理智好不好 中央永遠都是我們 愛國愛港人士 最強大的後盾 是嗎 這一點要承認先 好嗎 主持 要分清 莊閑 要分明 這裏 我講到這裏就算了 因為如果再說 我就真的發怒了 下次再說 拜拜